美国总统奥巴马说,医疗改革将有助于缓解小企业的经济负担,促进就业机会的增加。 奥巴马星期六在每周例行广播和互联网讲话中说,小企业面临更高的医疗保险成本,这可能阻碍他们的进展,并导致裁员。 他说,医疗保健改革是重建我国经济的关键步骤,从而让我们的创业者可以重新追求美国梦。 奥巴马总统说,医疗改革将允许小企业以更低的成本为雇员提供更好的医疗保险。 在本星期共和党的例行讲话中,众议员康迪斯·米勒驳斥了奥巴马认为医疗改革将会缓解企业裁员的说法,他呼吁对小企业进一步减税,从而让经济回到正轨。